他搞一邊一國 搞台灣正民自憲 做到了什麼 就是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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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未來奧運正民都不敢做 今天民進黨只不過想要用一邊一國 想要用台獨正民來欺騙選民 今天如果這一年半大家都很滿意 我也不必出來 我也不必 今天朱立倫在這邊正式宣布 參選中國國民黨主席 改變才有希望 國民黨一定要改變 從此領導力才能改變 從此領導力才能夠團結國民黨 這些日子以來 民進黨專斷獨裁 腐敗無能 從萊豬 到防疫 到疫苗 到紓困 民眾都受不了了 這樣一個專斷獨裁的執政黨 我們國民黨也有責任 我們做的遠遠不夠 我走訪基層 有太多的支持者 希望我們國民黨要站起來 要強起來 我們一定要改變 我們要改變民進黨專斷獨裁 貪腐無能的現狀 我們要改變 國民黨的現狀 朱立倫身為黨的一份子 責無旁貸 義無反顧 站出來 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面對嚴峻的現狀 我們一起來改變 面對即將到來的2022年選舉 我會拼盡全力 匯整所有的力量 讓我們國民黨在2022年打一個大勝仗 2024年 我們會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全力以赴 無私地讓我們重返執政 為了台灣 為了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站出來 拼盡全力 扛起責任 贏回中華民國 就是希望國民黨贏 希望全黨能夠共同戰勝2022 2024重新回臨陣 各位好朋友 每一個人都知道 沒有2022就沒有2024 今天我們要拼盡全力 要讓我們2022年打勝仗 要能夠整合現在所有14個縣市 以及未來我們要贏得的縣市 我也正式宣示 我必要打勝仗 目標第一件事情 在一年內 要讓我們國民黨的支持度跟認同度超越民進黨 明年六都 我們至少要過半 至少要過半 每一個縣市都要贏 為最重要的目標 縣市就是除六都之外 至少也要過半 這是我們共同的宣示 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會組成選戰策略小組 我們會邀請 有選戰經驗 有能力的人一起加入 我們這個選戰策略小組 以台北市為例子 包括 蔣萬安 包括羅志強 都是優秀人才 加入我們的選戰策略小組 一起討論 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現階段 我們國民黨有非常多優秀的人才 包括 侯瑋宜市長 包括 想要 參選的趙少康董市長 包括 包括我們優秀的 盧秀燕市長 包括 我們優秀的 很多很多的人才 甚至 韓國瑜市長 或者其他優秀的人才 只要願意 我們一起努力 大家的民調都越來越高 越來越強 我們一定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無私的打贏 我們這場選戰 重新 因為是正 侯市長是我們 最優秀的地方首長 目前 也是最具聲望的地方首長 我們給侯市長加油 他是我的夥伴 希望他的民調越高越好 越強越好 我也希望國民黨的 每一位 有心的朋友 都能夠民調越高越好 不要忘 國民黨 本身 自己 要成為所有候選人的資產 不要變成負債 要成為所有候選人最大的助力 朱立倫願意當大家最大的助力 今天正好是一邊一國20周年 我很感慨 民調騙了台灣人民20年了 他搞一邊一國搞台灣正民自憲 做到了什麼 就是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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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未來奧運 正民 都不敢做 今天 民進黨只不過想要用一邊一國 想要用台獨 正民 來欺騙選民 國民黨才是穩定兩岸的力量 才是捍衛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力量 才是讓大家安定繁榮最大的力量 我直接講 我們過去黨章黨綱規定的這些重要的基礎 都要延續 更要能夠 在這個基礎之上 讓兩岸更和平 讓大家過好日子 所以朱立倫提出來 我們希望能夠求同尊義 尊重的尊 不是只是求同存義 更能夠求同尊義 相互的尊重 像這一次的奧運比賽 這幾天大家看到 不管我們的小代代之穎 對對岸的陳語菲 或者是中國商塔 對我們的林洋沛 我們贏了 或者是不幸輸了 但是大家相互欣賞 相互尊重 相互加油 我們希望兩岸 是從這樣善意尊重 走向求同尊義 我們請想要您 會延續更換公投嗎 年底的公投 是民眾意志的展現 尤其這段時間 民進黨所有的錯誤 倒行逆施 我相信 這是民眾對 蔡政府 對蘇內閣 一個決定性的投票 我們全力以赴 每一個公投都要過 後來最 我在這一段期間 並沒有閒著 我不斷的走訪基層 也拜會很多的學者專家 也在校園裡面 跟年輕人溝通 民進黨的紓困政策 從第一時間就是錯誤 花大錢 並沒有真正的照顧到民眾 而現在又要用所謂的振興券 要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甚至有人喊到八倍 十倍 為什麼不用最簡單的振興券 振興券就是錢金 不要花這麼多的人力 這麼多的成本 而不信任民眾會消費 來創造經濟的成長 請問一下 今天早上開晉智慧 黨中央江啟臣也在開晉智慧 那外局就認為有特別要有什麼意思 國民黨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越來越好 朱立倫是要改變國民黨 讓國民黨更好 更強 朱立倫是要團結國民黨 讓國民黨更能夠讓民眾認同 所以要團結國民黨 就是要展現領導力 而以我過去16年地方執政的經驗 中央執政的經驗 以及在黨務上面的相關經驗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團結大家 不管今天的過程 我們最後都是要團結成為最大的力量 打贏2022年的選戰 衝返執政 今天如果 這一年半大家都很滿意 我也不必出來 我也不必 我們要團結束了 我們要團結束了 以為最重要的事 每一周都會看 我們要團結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